美国年年发布所谓军控防扩散与裁军的尊约报告 其内容一向是罔顾事实 预设立场 一方面对美方军控裁军与防扩散领域的斑斑劣迹避而不谈 另一方面又对他国的履约情况进行毫无事实依据的抹黑指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在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 中方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认真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和承诺 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系做出中国贡献 反观美方 顽固坚持冷战思维 肆意挑动大国对抗 放手发展军力 极力谋求绝对安全优势 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 为转移焦点逃避责任 向其他国家泼脏水 是美方的一贯伎俩 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我们敬促美方停止对他国指手画脚 认真检视自身在军控裁军和防扩散领域的所作所为 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美方在中约方面的合理关切 当然是在美方汉 一边是修理的 对美方的都不会осто argument 改了此一请 对美方 stairs 如此 since